到了说明您带来的DOTA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2020年的镇中杯 镇中杯 中国赛区的淘汰赛 VG对战SEG成王BO3第三场决胜局 来看看这场比赛的阵容 那这场比赛SEG的一个阵容 看起来输出一下它就够了 剧毒加利娜加发条加上这个TB 然后九仙的一个冲点 在最后一手搬人方面 VG选择搬掉了对方的优鬼 而SEG则是搬掉了狼人 蚂蚁 龙骑士 马尔斯 兽王 还有一个VS 让VG再三二位给PCS拿出来的是一个半人马 看看这场比赛最后一手拿人吧 讲道理可以考虑一手宙斯 不行 这场比赛宙斯风险有点大 伐木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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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伐木鸡还凑合 当比赛可以考虑一手伐木鸡 然后打中单伐木鸡 把这个火猫交给一号委屈用 拿了猴子来打TB 也是个万 第二次的猴子 然后再加上欧瑞的火猫 三号位皮鞋的人马 亚莫克拉比克 这个双将游也是我们见的很多了 在最近比赛当中 对方是三号位的剧毒术士 四五号位的 就先是放到了一个辅助位的位置上 然后发条也放到了一个辅助位上 SC这张比赛 两个酱油就是完全当沙包去用了 已经 然后TB这边拿出来的是一个 将这个圣子华链那边大哥位的TB 加中单的莉娜 输出倒是真的高 猴子的话 他这个阵容好像还真是有点不太好打 看看Yurs的猴子自己发挥的怎么样吧 拉比克这张比赛呢 能偷的比较好的技能 包括九仙的大 然后呢 丽娜的大 丽娜的大也挺好偷的 因为丽娜的大招的那个 抬手和结束是有一个时间的 可以偷加丽娜的大 然后还比较好偷的是剧毒的蛇伴 剧毒的蛇伴也是一个很好的技能 如果偷过来也蛮有意思的 TB的技能没啥折偷的 一定要偷的话 可以选择去偷 尝试偷一个对方的倒影 但是倒影这个技能 对于对方这个阵容的影响 其实并不是很大 感觉好像还是得自己切平了 这场比赛 这个中国区的比赛 国外的这个欧币 不过现在说实话 看了这么多欧币 那靠谱了就就那么两 两个人吧 两个到三个人比较靠谱 信不信 跳走了 他调的技能值得偷的不是很好偷 能够可能会偷到的是齿轮 齿轮这个技能偷过来有点用 勾的话太难了 想偷勾的话太难了 看来像马克思的统计 机箱兵转三号以后 就没在职业比赛里边用过九线 偷蛇棒是一个挺好的技能 偷蛇棒对于拉比克来说 混线打野挺舒服的 可以让他加快点自己的发育节奏 而且恶心人特别好用 今天刚填完动漫调查 第一题就卡住了 最早看的动漫是什么 魔神英雄传 七龙珠高达Z 这都是 这都已经很大才看的动漫片了 我最早看的动漫片应该是 我想想啊 应该是圣斗士和 小蝌蚪找妈妈 小蝌蚪找妈妈的动漫片 然后圣斗士星矢 野别亚童木 这些 我最早看的应该是这些 印象最深的是 圣斗士星矢 跟雪孩子 还有一个雪孩子 还有一个 那个什么 还有一个小蝌蚪找妈妈 小兜看个小兜那个时候 比较童真 看个雪孩子 小雪人的那个 看一个雪孩子 哭的稀了哗啦的 那个时候还是 秉性纯良 中单 在七佛瑞的火猫 不过火猫 其实现在的补刀数 还是可以的 就补一个刀 没补到 不过也是成功的电刀 没有让牛羊反补 算可以吧 没有让牛羊反补就行 来 来来来 你打我呀 中单的莉娜现在补刀数是全场第一 10-3 看现在中路的这个补刀数 哎 漂亮 这刀补的 nice 上路这块拉了一波野 然后两边呢 在护怼 看一下 这里开一个弹幕冲击 防止被对方人妈踩 还是比较机智的 这个位置 野怪呢 还是让人妈给补刀 下路 下路这个猴子 下路这个猴子 被对方消耗一波了 久悟 这个波没有给 因为没有什么技能 八条现在弹幕冲击还在CD当中 这个时候 PLW赶紧走 不过他有鞋啊 这个鞋还是管中 中路现在的补刀数 已经完全被莉娜给爆掉了 这个属于是没有什么办法 火猫打莉娜这个英雄 两个思路吧 这个火猫 其实打很多的英雄 都有两个思路 但是有一些个别的英雄的话 基本上只能采取其中的一个 火猫这场比赛的这个加点方式 还是比较注重自己的 一个发育 以及利用自己的这个技能 去顶对方 最后可能致死的 一个伤害 看一下这里 插一下能够击杀到对方的八条 没有成功 这样发条一个大药刻出来 安全了 阿比克这英雄前期的 那个减攻击力 确实让人难受 讲道理当年 长大了以后 当年看过一部 这个就是小磕头找妈妈的 那个动画片的 这个制作人 你要按照现在这个年代 去看小磕头找妈妈 那个作品的话 那一部动画片的制作成本 估计得上亿 真的估计得上亿 看看中路这里游过来 一个拉比克 两个人过来捶一波 举一手 然后捆 开个火盾以后捆住 丁娜这里一个技能 无影拳躲掉 漂亮 可以追死了 这波应该 之后人头呢 是被PW拿到一个一血 这样的话 发条落地就没有必要 再开技能了 而且他也没有加尺格 二级显示加的是 这个照明火箭 这一块人马往前追 一追给一个双人剑 然后再接着给平A 现在身上没有被动 所以他这个攻击力上不去 也不能这么早开始去扛打 这里阳神这个位置 也就是没有皮 有皮的话 估计对面提笔早就撤 对面看见他身上就一层皮 就不A你 气死你 中南打不过的思路 就是叫兄弟 我一般中南打不过的 我都不叫兄弟 因为叫了兄弟 容易变成灵魂2 容易变成灵魂2 这块九仙然跑过来 利用塔宝眼 去杀对方一只小鸡 讲到你现在这个年代 插个塔后针眼 稳钻不赔 这个炸晕以后 猴子的下一个冲锋 还有很久 人家现在等级比较低 也不再追了 有点浪费时间 小磕头找妈妈 那个时代 都是水墨画很厉害 关键是小鸡头找妈妈的那个作品 那个画水墨画的那些人可都是都不是一般人啊 不是一般人画的呀 开局目前从中路的这个对线来看的话呢 丽娜还是保持着一个巨大无比的优势啊 可以看到这个丽娜的正反骨是高达34-15 火猫19-5 这么一比的话 火猫被打得跟个酱油似的 不过好在自己边路的兄弟还是比较给力的 杨神这个地方啊 这样比赛目前的经济估摸 这应该是全场前二吧 第一 杨神现在全场第一的一个经济 然后对方的TB 还有这个丽娜的发育情况也还都不错 然后对方的这个 剧毒在下路的日子过得也是挺舒服的 这样比赛的主加的是被动 所以点这个猴子啊 猴子这边掉血掉的挺难受的 这给人一个张气 神灵百变解一下转回撤 三级的毒刺这个秒伤就已经是达到了18点 持续时间是长达12秒钟的时间 点到对方这个猴子身上 一袋里的猴子基本上就要往回撤很远 绝图术是现在身上有5级半的一个等级 6级的时候估计应该不会加大 按照他现在这个加小方式的话6级加大意义不大 6级应该会有加2级的这个蛇蚌 然后用这个蛇蚌来进行一下压制 绕过来了一个天安莫克 但是打剧毒术的英雄就是这样 他只要在自己战线的时候往周围放上很多的这个蛇蚌 然后将自己的站在一个能够随时撤退的位置上 他就会很安全 人马现在身上已经有先锋盾了 这发育别上来搞事情了 来看一下经济情况 7分40秒人马目前经济全场第一 猴子火猫跟对方的TB和剧毒术是基本持平 丽娜稍微落后一点点 对方人马排在全场第二的一个位置 将有位来看的话 现在差距也不是太大 拉比克比其他人稍微有钱一点点 9级目前是4级的一个等级 这里人马在扛塔呀 开启了塔房 这个时候转一下塔的仇恨不要再扛了 火猫想过来去控下神符 但是这个神符 火猫这个地方没有抢到 对方琳娜空到一方欧数 这里被给上一个沉默以后呢 炸晕漂亮 这波击杀的很舒服 而且PCI在上路也是拆掉了对方的防御塔 大叔这么早直播呢 欧洲去的还播吗 尽量吧 尽量吧 有个人比较帮助于Dyer's middle tower I see Maybe this middle tower shouldn't have to take this abuse E.P.I.A.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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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愿意买个门票 是吧 愿意来一张门票 支持一二主播就更好吧 看看皮鞋的这个人马 直接开大 溜 这个地方溜的还是很快的 对方由于这两个将 都现在都还没有到六级 所以没有办法就留得住这个人马 经济慢慢追上来了 猴子跟猴猫 现在都已经是反超了对方的这个丽娜 丽娜这段时间老是想到处搞市场 没有一直保持自己的发育 所以现在这个经济稍微下去一些 低届装备 他选择先出了一个秘法鞋 秘法鞋加奥术指环加磨皮 回蓝拉满 但是现在看这个人马没什么欲望 1700鞋 哎 这个神符漂亮 但是你们两个人的伤害 打这个人马很没有意义啊 你还要被对方反杀 有可能 看那个双刃剑给上去 沉默给上 还差一个并 哎 漂亮 最后直接被这个莫勇给炸死了 大叔直播预告在哪里呢 微博 一般来说 我会发在B站的动态 然后会发在这个 呃 Q群的公告 然后微博上目前啊 好像也发了吧 我忘了 忘了微博上发没发了 然后国外里边是会发在这个油管的社区 这些地方 阿比克山有个金晶片 这也是个好东西 TB的经济这段时间是反超上拉了 来到了全场第一 主要是因为这个英雄到了游戏的这个阶段的 不经济速度很快 呃 打远古的时候 他选择直接开启了自己的一个变身 TB的英雄在游戏的前期前两个变身 就是说在这个过了推荐期以后啊 前一两个变身的话是可以用来杀钱的 不用说被调留着 因为如果你不开变身的话 有可能远古打不动 或者打得很慢 这个就不值当了 他的知识就变成把远古清了 一波远古比杀一个英雄来的前途 火猫这边一个T 但是没有蓝放C了 有点尴尬 这波没有对对方的这个发掉动手 其实动手也意义不是很大 对方其他的人都在边上等着呢 但丽娜这个时候刷钱 已经把自己的蓝给刷空了 赶紧回家补一下 下一个装备准备先出的是鱼派 丽娜第一掉装备的思路是出一个以太 经济已经是从全场第二位调到了全场第六位 落后了这个剧毒 剧毒现在已经有了满级的蛇瓣 但是现在没有地方让他刷钱了 有点小尴尬 野区的经济要留给TB 这个时候他不能占太多 这个野区的经济 TB现在在上路没有来下路 那么他把这个 这波野怪稍微刷一抓也可以 远古也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要囤一下帮这个TB 如果他说自己刷的话 这个TB的经济增长速度 可能会放缓 大家看看有没有人帮TB 囤一波野蛊蛊吧 TB应该来不及去刷这波野蛊蛊了 我突然想起了今天我那个什么 今天赵文笑以后 我刚才跟着挠头呢 搓这头发 还说今天这个头发手感怎么这么奇怪 突然想起了今天赵文笑以后 头发上喷了发焦 现在估计头发被我戳得跟个鸡窝一样 给赵文火箭照了一下 结果发现对方并没有人在这个里边 那么这样的话 剧毒术师是利用自己的满击蛇伴 来推一波对方下路的伊塔 等下兵线 对方也没有人回来守 这个时候对方的人都在安心的刷钱 人马这边刚刚做出来自己的先锋挑战 再更加一个装备笛子 火猫呢 则是第一件装备这样比赛选择出的是雷锤 来确保自己的发育 猴子则是第一个直奔 散尸来增加自己的作战能力 实际上在出了这个散尸以后 猴子是可以直接去吊打TP的 那就是在游戏的这个阶段 他是可以直接去吊打TP的 TP看着一个散尸猴子跟着自己的话 很绝望的 而且这样比赛这个TP没有出大魔怪 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会出现 被对方的猴子打到空篮 然后没有篮去开这个换血这个情况 他说今天拨几轮啊 体力够的话拨四轮 体力要是不够的话拨三轮 要是体力特别不够的话就拨两轮 看情况 爱叔除了拍拍 还有什么大哥能打肉装三号位 什么叫打肉装三号位 有魔棒也有可能换不出来 萧兰太快了 现在还还行 现在这个版本还行 以前是不行 以前是真的萧兰换不出来 幻象也两下都没有 看下这里临死之前放出来吧 可以这个大招放出来就行 但是队友支援过来的速度火猫 这里绷走一下 八条呢 这个时候没有选择去跟对方的火猫 因为知道跟不上 这块给上一个沉默 人马还在追 漂亮 这里一个命运之笔 加上拉比克的技能 瞬间带走对手 弱化能流 加上这个命运之笔 两个技能的伤害也是非常高 这样开局打了15分钟 VG打了一个5比0 领先了3000的一个团队经济 但是对方TP现在还是很肥 装备上 这是直奔撒旦的意思吗 甲腿双刀 然后直奔撒旦 也行吧 我觉得也行吧 这个倒是也可以 没有开大的问题 走看一下这人马开大 掩护车队 TP那边呢 开并身 过来去防守 几方的中国二塔 对方这时候可以安心车队 回去刷钱呢 感谢悠悠大佬的红包 L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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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要被牵死了吗 发掉一个勾 哎呦 这个发掉的勾 居然是被猴子躲开了 然后这里复魂 直接捆了一下对手 看留住了一个猴子 但是猴子不怕你这套啊 通常吹起来了对方的火猫 这个火猫 这个火猫落地 落地以后 这个火盾还是在的 人马这边给上一刀踩 把这个九仙直接留住 到拉比克剑手里面偷到 他偷了个罪拳 应该是这个九仙出来以后 直接是开了一个罪拳 那Lina这个地方给了一个大招 拉比克的话能留 给上 Nice KW这边直接完成了一个双杀 偷到的罪拳 稍微有点瞎 不过也算 开始玩吧 开始玩吧 快乐就完了 再点疑速 还有闪避 很好 来来 你打我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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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鞋的这个人马这一波怎么怎么个意思 这个 那就要勾过来 勾上以后的人马呢 呃 这人马好像是刚不住了呀 要迷了呀 又没了 嗯 看不住了 人马节奏被断一波还挺麻烦的 而且这样比赛事实上 现在VG虽然看似场面上优势很大 但是实际的优势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离朵 这些偷到的技能现在是偷了一个祸患 偷了个TB的祸患 拉比克托这个技能是没啥用的 就拿这个技能过去骗个技能有机会的话 也骗不了 也骗不了 没啥用 我对这边打出了一个鱼网 那TB打出了一个工资石 18分钟出了一个工资石 嗯 火猫是选择在出完雷锤以后呢 直准A仗 A仗火猫这个东西 我个人还是一直挺推荐大家出的 包括小鱼的A仗 真的挺好的 这个东西 极大的增加这个英雄的机动性 而且这两个英雄 其实机动性是一个很重要的输出属性 对于他这两个英雄来说 TB真的能carry到吗 这样比赛这个TB选择放弃 继续出这个萨当 改出蝴蝶了 改出蝴蝶了 Rios这个地方被对方留一下 挑战头开起来以后呢 感觉好像有点悬 这个地方利用冲锋 冲走 冲走以后看看地理复魂 双沉默 猴子这罐神经百变 躲一下对方后续的有可能的技能 丽娜这也直接被秒 那后边发条勾上了以后 只找到了一个对方的天安摩克 天安摩克这个地方技能没放出来 火猫再给上一个无印拳 消耗一下 猴子神经百变开溜 这个火猫一个魂崩走 TB这罐的手里面是有一个换血的 他这罐有换血 但是感觉要被这罐风筝死了 这个九仙看一下 大招已经结束 猴子还在这个树林里面在等 他还在找机会 再等自己的人马过来 人马这时候已经赶到了战场 看一下猴子 神经百变 再躲一下 TB直接给上一个倒影 哎呀 这个猴子把自己玩死了呀 这个来你打我呀 这个语音还是很贱的 这个语音还不错 然后20分钟 这个赏金神符是要被VG占一波便宜 至少空一个三符 接下来这个剧毒 跑过来刷远古了 远古给TB啊 这个时候你就别刷了 他得让TB刷 下一段装备出撒蛋 TB目前的经济还是领先的比较多 那12800的一个经济 东丹的利奈 这场比赛的这个经济又崩了 他就第一场比赛 用蓝猫的时候经济还不错 第二场比赛和这场比赛的经济都比较崩 下一段装备 他准备出的是引刀 然后做飞鞋 不想赢套装 人马打对方一套技能 自己这个地方再开打 这人马要干啥 让自己队友在后面蹲着 这里给上一个复魂 沉默 但是这个复魂并没有拉住人 复魂沉默也是习惯性的 直接就放出去了 这样的话发掉一个勾 勾到人马 队友有没有推推 这个秒取还行啊 直接反杀了 反杀完了以后 猴子又是被对方留了一下 看下TB在往前追 火猫一个T打上去 这个时候的猴子下一个神神百变 CD还有很久 被对方驱散一下 然后自己的本体被发现了 一个推推就一手 中了一个对方的剧毒大招 问题不大 火猫在后排 直接切对方的这个Lina Lina被烫死了 可以 沉默给到TB身上以后 TB里换血 nice啊 人马一刀踩 再加上队友的控制 看看这个猴子 猴子 猴子还是没有死 转身上来以后 切这个TB 火猫被对方带走 这个没有办法 被堵死了 这样让TB被收掉 再转头去追一下 对方的剧毒术室 剧毒这个地方随时可以打死 看下人马这刀踩空了 人马这刀踩空了 被对方点两下的话 这个人马身上挑战 猴子再加一个冲锋 马上能跟上去 距离够了 举起来 漂亮 然后剧毒术室也被带走 打完这波团战以后 VG终于断了一波TB的节奏 火猫死的有点可惜 但是这波火猫 其实能做的事情 已经都做了 他最后已经没有魂 可以让他撤退了 毕竟A仗还没有出来 有了A仗就好很多 行 这波A仗出了 拉比克偷了一个 蛇伴 开始拿蛇伴跟对方互怼了 然后这个发掉的 跟我没有勾到 有意思的是 这个就是 拉比克偷到的蛇伴 也是带毒的 他偷到的蛇伴 也是会带有当前 他在偷的那个时候 对方剧毒 是不是算是这个 毒刺的一个等级 至于现在的话 肯定是满级的 这个A仗的魂好快啊 而且配合人马的大招以后 这个魂出来的速度更快 火猫的这个魂 出现的速度的话 是这个 火猫疑速度250% 而且这个初始的残炎速度 也会加快 就是有了A仗以后 所以刚才可以看到 那个 人马开大以后 加上人马 加上这个火猫 往来扔A仗的魂的距离 还有一个速度 相当相当吓人 你看这个速度 真的火猫这个英雄A仗 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道具 可以说是 不管是追尸扎 还是逃生 还是说切入 以及提供伤害 是一个转异的 对 蓝耗也降低 神杖升级 魔法消耗只有25点 然后等于这个火猫 就再也不用担心 自己蓝不够的这个情况 插了一堆的手帮 来帮助自己的队友去打野 打这个肉山 不是打野 这波肉山打完了以后 这个照明火箭可以看到 那么SCG这波过来的话 TB现在身上的撒弹还没有出到 这个团战如果应接的话 其实对SCG来说不是很好吧 如果他们能把对方堵在那个地方 还可以 这个火猫一个魂 一个无影拳 再一个魂撤回来 然后队友在这利用技能消耗一下 TB目前还是比较硬的 这个塔马上要被消耗掉了 看一下还有200多点血 TB过来本体过来打几下 火猫一个TC捆住 猴子想要去直接切后排 但是这帮人过来的时候 地上有一大堆的蛇蚌有点麻烦 蛇蚌处理 这里找到了丽娜 丽娜直接被秒了 丽娜的这个出装就是白给 丽娜这个出装就白给 这个地方被打掉以后呢 由于火猫这个魂扔过来这么远 这块看一下 TB过来的时候 这块是有对方的增加眼的 火猫这个地方要不要考虑一下 有没有人过来考虑一下 还是先打盾 火女这个出装 为什么她选择这个出装以后 我就说这个是不想用炮装的 对方有猴子 有火猫 这些英雄 她完全没有考虑说 先谋求一下自保 或者是说这种 就是攻防一体的装备 比如说对于丽娜来说 风杖就是一个很好的攻防一体装 你风杖也不做 那对方这些人 尤其是火猫的这个捆 捆住你你就死 你也不做风杖 然后呢 也不考虑去出BKB 对吧 对方这么多控制的情况下 这么多冲脸 这么多控制的情况下 不考虑风杖 不考虑BKB 你又是一个脆皮 然后你关键你出这装备 它也没有输出 也没有输出 那你说你这时候装备出的 它有啥用 这种装备出来有什么作用 没有意义的 历代这场比赛不是它崩了的问题 是它自己打的就有问题 它的出装 还有它这个整个的一个游戏的思路 还有出装的思路 就是错了 而且团战的顺序 相后的顺序也有问题 TB这边撒旦出来了 撒旦出来以后下一个装备准备去做圣剑来用来翻盘 猴子现在也是出了一个A杖 A杖加上伞尸 加上一个挑战头 下一个装备做大云锤 A杖猴子 A杖火猫 人马这边是跳刀 挑战 先锋盾 加上莲花 还有奇区外衣 下一个装备准备出的是灵芯 过来就挑彩 背后猴子直接秒掉 看到这里定中架这个人马 但是没有击杀 它的欲望根本就跟它打着动啊 30多护甲 有格党的人马 正能打什么劲 这些猴子一堆幻象上来 已经快把TP所有的蓝量打空了 猴子也不着急 反正现在身上有一个A杖 随时想上就可以上 无限冲锋 随时都可以上 而且现在身上还有肉山盾 这个时候猴子其实就贴上来 直接就把这个TP打死也行 无非就是把他打到空血了以后 然后TP里边拍一个撒弹 再把自己的血吸过来 然后再打死你条命的事 反正你也打不着我 这猴子直接上来拆掉地都行 神经百变走一下 其实这个时候猴子可以考虑 就上高啊 龙心其实是个上高装 龙心这个东西是一个完美的上高装备 尤其是猴子呀 人马这种英雄 人马出过龙心 对吧 就往这一站 就往这一站 我也不用打你 对吧 我也不用上去 我就往这一站 我就这么默默的看着你 你打我吧 你防卫塔打我吧 打着打着 防卫塔就没了 防卫塔没了以后 再上高 TP现在已经没有变身了 没有变身的话 VG这个时候 其实可以直接平推一波 但是按照VG的风格 他们不会这样去做 因为VG的风格 是一定要在外边 等到对方出现失误 让他们就打一波团战 抓死 然后他们才会上 这个没办法 队伍的风格 体系就是这样 这块猴子 发掉这个勾 还没勾到人 那这样呢 要被单杀了 火猫又在另外一侧 单杀到对方的一个丽娜 人马这块 配合自己的队友 留住对方的剧毒术士 秒掉 还剩下 一个TB 跟一个九仙 这哥俩只能我回跑了 这个火女线没有办法的 她还打了三十分钟 一个十五级的利纳 然后经济排在 全场第六位 还比对方拉比克还穷 身上的装备还是个引刀 以太 全身上下加力量 加的最多的是魔杖 就这么一个15金刚 只有1380点血 你面对对方一个A杖 雷锤BKB的火猫 21级的这个火猫 怎么可能能站得住 随便上来几个系统就秒了 这边还在努力地刷圣剑 还差1800块钱 这边是 拉比哥偷到的这个蛇蚌 也是到处乱插 高台蛇蚌 高台蛇蚌撒了 抱歉啊 没有在那切 看脸弹幕没有在那切 打个哈欠的功夫又死了一个 这PW还把对面的小鸡给杀了 这小鸡是在那等着买圣剑的 幸亏还没买出来 要买出来就哭了 刚买出来 3800圣者遗物 小鸡让对面打死了 直接GG好吧 直接GG 这样买出来的圣剑 但是先没着急去合成 选择先给他锁了 不是既然要锁着 你把这个玩意儿拿上来替他 渡箱吗 能多点功力 有关说就看这样比赛 TB圣剑能不能翻了 TB的圣剑不能翻 TB这样比赛做圣剑做出来的作用 我给大家预测一下后边的剧情 不负责预测 好吧 就是TB拿到圣剑以后 然后这个时候出来跟对方打一波决战 然后决战的时候 被对方的火猫TC无限消耗 然后再被这个人拿一脚踩猴子一拥而上 瞬间秒掉 由于身上没有TB 所以没有BKB 所以导致被对方这种小技能消耗的根本就没办法去还击 甚至有可能被对方复魂直接给上一个沉默以后呢 就直接被打死了 这个时候圣剑合出来了 然后出来找开悟找对方去决斗 这个故事的开头已经猜中了 好吧 已经猜中了故事的前50% 然后为了验证我的这个说法 咱们接下来的这个视角 用TB的第一视角 好吧 这么来给大家去解说 看一下这个TB的第一视角 这里被对方的一个照明火箭给看到了 那TB的本体的位置被发现了 这个OVG呢 应该是知道对方开悟了 而且看到了TB商人的圣剑 所以知道对方应该在开悟 那么你开悟完了就该我开悟了 所以接下来就是VG里边开悟者能进攻找人 逛逛街找找人 看看过来的是谁啊 火猫 一个幻象吧 这是 这里中路一堆人是围着这个TB的一个幻象 那一顿风光输出 而TB下一件装备准备出的是BKB 讲到了这个BKB要是出来了的话 这场比赛后边还有的看 没有没出到这个BKB的跑去找人去决斗的话 得亏是刚才没撞上 感觉撞上的话就没了 这场比赛暂时看来还是不会去决斗 那么还是自己给大家去欧币 这时候所有人都要蹲着这个TB 没有办法 这时候不蹲TB肯定是不行的 这场比赛没有威光踢风 有一个莲花 首先这边有莲花有支配 能把这做出来的龙心 身上带着齐驱外衣 护甲31点加上4000血 21级的等级 还加了70点反击伤害 而且这个TB为什么身上不带买TP了 我还在说呢 他怎么不买TP 直播间怎么突然见了这么多人 突然见了这么多人 这个是哪个大主播下播 突然间见了这么多人感觉像是某个大主播下播了 然后都来到咱们这儿了 这TP就这么给盾不是吧 让火猫给上一个TC 这个肉身盾 看一下猴子进来抢盾 没抢到 没有抢到 那猴子感觉要没了 这个猴子 这猴子 猴子没了 猴子没了 看一下这波人马被吹起来以后呢 猴子还没有买活 猴子没有买活 人马这里又是被吹起来 离哪一个技能留住天阿莫克 TP杀了一个合击直接带走 这个TP现在的攻击力太高了呀 攻击力真的太高了 这里再定一下人马 风胀吹了一下 人马山上开了一个莲花 不过还是可以直接锤死 攻击力太高了 这个TP现在 本体的攻击力都快800了 他变身以后带着圣剑 然后自己队友这边呢 给他有一个 这个支配头的一个光环 能够给他提供很多的攻击力加成的 那这波打完了以后 突然间剧情变成了 一个零换三 而且TP带盾 剑盾加奶酪的一个TP 一波翻了 这个VG这个肉山 这个肉山团 双大哥都没有买活的情况下 跑去跟对方圣剑TP 开了一个肉山团 而且是在一个 毫无准备的一个情况下 跑去跟对方开一波 扔断 得举一下TP的本体 给个弱化能流 那TP这边给中了弱化能流以后 还有600多的攻 吹风吹起来 落地以后 现在就本体强拆了 利用偷到的一个 9000的大 消耗一下 给对方这个TP吹起来 但是对方这个剧毒树 是在底下不停的去 插舌瓣 来消耗 火猫这边扔一个魂出去 先找后排的这个丽娜 但是丽娜现在身上也有BKB了 刚才这里再秒一个 先秒一个对方的发条 发条秒掉 有火猫开这BKB 我来追 先配个猴子 加一个护魂 找到对方 再找这个TP TP山上是带盾的 但是队友没有人有用 这队友都太废物了 没有人能够提供战斗力 那猴子现在可以考虑一下 跟自己的队友一块来留一下这个TP吗 队友不敢上了 火猫现在身上的状态不是太好 但其实火猫还有两个魂 要让对方这些人全都撤退了 那个ICG这波是两个买活 发条跟熊猫主线两个买活 拆掉了一路 拆掉了一路的高地 然后肉杉的盾没有掉 圣剑还在手里边 这波还行嘛 怎么讲道理 这个对于ICG来说 这个结果可以接受 猴子这边出了一把天堂 打出来一个灵犀角 魔力箭带 灵犀角的话 给人马应该是 加上点力量 给人马的话收益比较高 其实猴子自己带也行 猴子自己带这个东西也不算拖 火猫下一件装备 准备出的是一个玲珑心 对于火猫打TB这种英雄来说的话 不是跟他刚一波 因为没有必要 也没有价值 那他的诗呢 去利用自己的一个技能 多次去消耗 呃 这是个好东西 TB自己拿 TB自己拿 不要给队友 没有任何人值得带这个东西 只有你自己适合带 对 千万不要给别人 就自己拿这个东西 浩劫锤 发条这里打出来的 浩劫锤锤的话 可以选择给到九仙身上 利娜兄弟拿了一个永恒逆物 中立装备出的到真好 就别说了 像米芝亚VG里边的一个中立装备 前三阶还行 四阶的话有一个忍者用诀 这个东西有点瞎 因为VG这个阵风而言的话 这个道具没啥提升了 看看他们想要去这个时候 跟那帮开团 不划算吧 这个时候 没有道理这个时候开团吧 先秒对方的能不能秒掉 别让他开出来大招就行 秒可以 那后排这个地方发条勾过来以后 先不用理他 看看猴子神经百变 溜回来把对方的发条带走 TB开变身 开始输出 找猴子的本体 猴子这边神经百变走一波 一个冲锋 可以和火猫上来先找对方和丽娜 但是丽娜开启了BKB 这两个人输出 再有点不太够 再神经百变躲一下 那火猫还在追这个丽娜打 看看猴子拿自己的幻象回来 TB目前有点抓不到人的感觉 感觉直接要被打死的意思吗 看一下复魂双沉默给上 人马这个地方好硬啊 这个龙心人马 开着灵犀角往回撤了一下 这样的话TB还没有死 但是猴子又是切掉了对方的后排 丽娜这波买活 买活出来以后 但是TB目前的变身时间快要到了 人马一刀再踩两个 TB的BKB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开过 留着换血还没有开过自己的BKB 猴子再一次被直接切死 TB在变身结束以后开启了BKB 换血 救一下自己的队友 肉山盾削 然后呢 再换出来自己的假腿 状态已经回满了 人马再给上一刀踩 往回拖一拖 看看人马这波能不能走得掉 感觉好像有一点难 队友这块给上一个墨友 拉比克手里面现在是没有举 放了一个偷盗的光级阵 定了一手对方 人马这时候开着自己的一个灵犀角 再接着往回跑 灵犀角这个东西 虽然他的技能免疫只有两秒钟 但是他的CD也只有40秒 要比这个BKB短得多 这波还可以 讲道理 这波最终的一个结果 VG可以接受 因为猴子虽然被打死 但又买活 对方的TP一直在顶着出装备 没有第二把圣剑的话 留买活没有意义 再出大晕锤 出大晕锤 而且买活方面 上一波团战直接打出来 对方丽娜跟这个 剧毒两个人的买活 TP拿到晕锤以后 现在身上有4000块的存款 有钱买活 目前呢 但是这场比赛 应该还是BG赢了 应该还是BG赢了 因为现在TP有一个根本问题 解决不了 就是队友实在是帮不上什么忙 队友真的帮不上什么忙 他真的是在1v5这场比赛 我开玩笑的说 他就是一个人带了4个靶子 然后在1v5 哎呀火猫崩一个魂 进来一个物影拳 所有的幻象跟招护生物瞬间清掉 TP这个地方的换血换连花上了 不过好在他选择是加了这个 捡大招CD的一个天赋 然后换血这个技能CD很短 追出去打一波 ICG就没了 看看有没有追出去的说法 然后比赛应该是赢了 这个不是我在奶 不是我在奶 VG这个英雄别的都不怕 他最怕的就是队友站不出来 然后对方一帮人留着买活 这个你换谁他都赢不了 真的换谁他都赢不了 你除非控下一个肉身盾 能控到一个 刷新球碎片 然后自己再有钱 流买出一个刷新 然后家里再戳一把圣剑 家里戳一把圣剑 然后随时准备把这个圣剑自己拿上 你只有这种情况才有可能能够 能够去把自己的这个效果打出来 VG这个英雄 VG这个队伍 这不是不是这个英雄 啊 TP这被定了一下 看看对方利娜也是赶紧放一些技能掩护一下 肉身还有两分钟刷新 下一波肉身团应该是决战的 哦 火猫拿到了这个东西 火猫无敌了 火猫已经无敌了 同志们 感谢GC 大佬的打赏 大叔今天经历好的话继续直播呀 会的 今天肯定会继续播的 谢谢大佬支持 支持的大佬越多 咱们的经历就越好 是不是这个 哈哈哈哈 是的是了 好吧 人马这关一刀踩 定弱能秒吗 火猫 我去直接秒了 TP直接被秒 然后圣剑被抢 圣剑给谁了 猴子还是火猫啊 在猴子身上 然后呢 TP没有满活 行了 可以直接了 嘿嘿嘿嘿 虽然我预测的这个情景来的稍微晚了一点 但是还是发 还是该发生的还是都发生了 好吧 武魂撞脸 哈哈哈 爆发太高了 真的爆发太高了 四个残岩 四个残岩水 好吧 那么这样吧 直接打出了GG 那队友也是放弃了抵抗 这样恭喜VG 在双BO3的第三场决胜局当中呢 还是拿下了比赛 这场比赛 我只能说这个TP是真的努力在1对5了好吧 他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了 但是队友真的是一点能站出来的都没有 一个能站出来 哪怕起到一丁点作用的人都没有 这是挺绝望的 然后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我是藏老大叔 咱们稍稍休息 一会带来下一轮的比赛 下一轮是老干爹的比赛 喜欢老干爹的观众不要错过哟 么么哒